奉献祢的爱 去爱受苦难众生 奉献祢的爱 去感化不爱祢的人 奉献祢的爱 就像母亲爱我一样 有祢的爱 假如我们的念佛很专注念佛 但我们对生活周边的很多东西 却不懂得去观察的话 你的念佛不过是四项的 你并没有因你念佛而增长 你对世间的观察 对佛法的相应 这时候你的念佛的功德其实不大 相对不大 有的人因为中间有某些因缘 他可以下评下诚 可以 但我的态度就是说 我们为了难得人生 今天有文法机会 我要的是百分之百 我不容许我再来 百分之百的话 就在我的可能当下 我必须更服应佛法的真实意 尤其是我们宏教者 更应要知道整个法的原理在哪里 净土的意义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中论的道理 这个精神最主要它是在建立在这个道理上 建立在道理上 就是说什么道理 就是说我们所信赖的世间 我用什么角度 让你看到你所信赖的东西 实在是不可的 从这里放下 那你如果在空的知见上训练讨论 不是认知是知见 就是我经常讲说我们的政见不是知识 政见是一种抉择力 一种抉择力 所以当我有这个政见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很容易看到它的变动性跟无常性 我看到它的不实在性 所以你对世间的那种 对世间的爱作跟皈依心会退 这个退不在于我懂这个道理 而是实际上我慢慢看到它的虚假性 是不是 这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法的感动就出来了 你又发觉说 当你不断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你对世间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是佛学院的话 我们读第一年 读第二年 读第三年 读四年 完了以后 其实不是知识增加 而是更加能舍离世间 对佛法的究竟解脱意 能升起更强的皈依 而不是我道理很懂 但我的内心其实反而越来越忽略的 然后我对世间充满了规划 但我对世间的那个实不可靠的心 却并没有升起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学习再经过一年 两年三年四年 但你这样的认知心 就并没有提升 其实你应该 包括师长就要跟他讲 你没进步 也就是说你踏出这个学习环境的时候 你对佛法更坚定信心 然后对世间更不爱着 因为你的见清净了 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发觉像我比如说 我们学习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十年二十年 我们必须要经常提醒 你的对佛法的信心是不是增长 你知道吗 这个增长千万不要靠感性 我可以不听佛法 但因为我以某个角度 对世间的那种无常了解 其实你是一个上根 会根深厚的人 所以我们在几年的修学 会有一个标准 会有一个检查 就是你会发觉 你现在是不是更加挂碍 还是你还有好多的期待 这个期待有很隐藏的是挂碍 你对佛法的那种解脱 是不是真正生长的那个信心 如果不是的话 这恐怕必须要好好还行 因为你的真正的道品 并没有增长 你可能你的身份资格 越来越提升 但你会看到 其实你对世间 其实挂碍并没有减少 你可以看到你的挂碍 本来是这一点现在更多 或是相貌改变 但你没有 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要光舍离 而是爱着心不见的 因为行菩萨道还要很多事 但你会发觉 你有一种 离欲亲近的心会出来 因为什么 你越观他无常虚妄的时候 你越对世间不产生信赖 所以那种解脱心会从这里跑出来的 那是现实 那不是说 我们经常提醒在佛弦拜 说要提醒我们自己好好发心 看不清楚发不了心 这个东西的虚妄性没看到 你只看到它的实在性 叫你舍很难 很难 因为你一直没有看到它的虚妄 无常苦性 你只是道理上提醒 它是苦的 它不究竟 但内心最直接的根源里面 是说它实在 所以你只能在身心稳定的时候 提醒的时候放下 可是真正烦恼起来是没用的 也就是说你的空观思想 并没有活的展现出来 你对佛法从已远离一切颠倒造作 所得的无怪故 无有恐怖的那一份法的生起心 不一定有 这时候你就知道 所以我在讲说我们佛门虽心 外表虽心不一定真是心 那一份向着佛法 依佛法相应的那个本质很少 所以我也常讲跟学生谈 就是说我们每天早来 我们做早课 什么课...都有 有 请问有没有观物场 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到现在 因为其他道理 我说你听听别的就好了 因为我大家 我们难得这种深切讲习 我希望大家 就是提供一个观念也就可以了 我这如果给你很多知识 你大概回去就又收起来了 没什么意义 我希望大家的修行 难得已经出家修行 也舍掉很多的享乐 虽然现在出家也不是那么苦 但毕竟比一般在家其实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可是不能白走 不白走的时候要有一个方法 去检查到底你是不是进步了 因为其实像我们每天在做 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有更多的时间 去依着佛法去检查 我为何挂 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我在修的时候 我一直都 我的身边的困扰一直也都没改变过 我在面对烦恼的那个超越能力 一直也没有真正提升 这不就是一个警训吗 是不是 因为你不容易依佛法的态度去 角度去看这个事件事 你并没有真正改变你的心态 是以出家人修道人的心看事件事 你即便是现出家相 你的心其实都不能一圆起的道理 空的道理 空无相无愿的道理去看世间 所以我们样子在 但真正的内在没有 所以你的功夫不会提升 因为实在的还是实在 虽然它夹 可是对你来讲就是实在 你说要放下难就是难 除非你看到它的真实心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态度来看中论 学会的一些角度 试着看清楚你所直处放下它 这就是学中论中观的价值 活用它 所以你看有的人修行修道之后 他会发觉他的身心有一种轻安 自己会感觉出来 什么轻安 这个本来很乖 后来发觉 实不可靠 随缘 它再也牵绊不了你 你发觉这个也实在 那个也实在 样样都实在 你宁能一心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突然现在不然 突然有人在 我经常在一些上课 上课突然旁边走到有人的时候 大家都 你很厚俗 不过他们觉得听课很无聊 那个额外的劲比较新鲜 你看 一个跟你无关的事情 轻易就可以牵动你的心 何况如果对你有切身关系 会不会牵动你的心 会 你念佛如果有十项牵动你的心 你能一心 我不相信 你现在慢慢来 这个也死心 那个也死心 我们去玩 不要 没兴趣 他讲对我们来讲 没用 这个也没用 那个也没用 我越来越不为世间法所牵动的时候 我念佛 你知一 你就不用这样 你的定力就提升了 为什么 那些再也勾引不了你 为什么 不是我压着不勾 不让他勾引是死不可爱 在阿含经经典里面 我会看到很多例子 我们的修行到最后是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苦心 苦在哪里 苦在 不要止 不要止 很苦啊 明明觉得可以止 所以说 心理感性上认为他死可爱 理性告诉我 不可爱 所以你就一直在苦心 就是自我虐待 这叫做修行 所以修得很苦 所以你没有真正去解放你的瓜 你并没有放下来 那所以说到最后发觉说 我们好像夜学 并不会感激到清安 因为你的包袱夜中 但如果你恰当的看 你也适当的看 我这样讲说 比如说我们如果了解中观的人 了解这个道理 满是你读《波日经》 你试着把这个道理 在你打坐的时候 不用打坐了 我觉得也不需要 你就试着坐下来思考 有些事情 我为何被他带着走 你不用用一种道德意识 就是如此 他真的值得我爱吗 他就是因为这样而来 你就从缘起上看到他 他其实太多因素在变动 实不可信赖 既不可信赖 我会何心放在哪里 你用这样的正思维 比你要念大悲咒都好用 可是乖还是乖 大悲咒的真正体也是平等心的 所以在阿含经里有哪些情形 你知道吗 有些人烦恼很重 还没解脱之前烦恼很重 解脱之后 人家问他 你本来是这种烦恼很重的人 你现在怎么都不执着 他说实不可执着 实不可爱 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是一直压着 不要执着 当你看清楚的时候 给你 不要 就是想 我以前很贪 现在我想贪都贪不来 你知道 所以修行不苦 修行是 都是你自己给他加重的那种意义 然后被你的心被抓着 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里有个蛋糕 因为为什么要举蛋糕 因为我有一个学生 打火器的时候 打到第三天四天的时候 他来问我 他说 老师啊 我怎么现在一直念阿弥陀佛 念到蛋糕去 我说 念到蛋糕 他说念到蛋糕 他说 我是喜欢蛋糕 可是没有喜欢到那么严重 可是我念到这个都变蛋糕 好 他就会想要去吃蛋糕 那我就讲说 现在是一个蛋糕 那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有借力的观念 所以 或是 现在不能吃 如何 有很多道理 就不要吃 我们理性都告诉我们不要吃 但其实很饿 又想吃 有点流口水 但因为理性告诉我不要吃 不要吃 所以你也勉强下来 可是到做梦的时候就尽量吃 因为那没人管我们了 可是一直想要吃 因为那这没人管了 旁边有很多法师 我现在就算好吃 我也勉强不要流口水 可是 你现在只好要修戒定慧 不要吃 不要吃 吃了不可爱 怎么样 结果这样修都很困难 所以到晚上定力不足的时候 就吃了 因为那是做梦吃 所以也没真的吃 不过也贪吃了不少 那我只要把它打开 蛋糕打开 蛋糕打开 里面包的是牛粪 请问你还要不要修戒定慧 给你吃 不要 吃啦 不要 你刚才不是流口水 不要 做梦都会觉得人家拿蛋糕来 好可怕 对不对 只因为你知道死不可爱 你要不要修戒定慧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戒定慧了 当你那个防护性 因为你依你的证件知道 那死不可爱 没有我所贪着那个可爱性在里面 这时候你 所以后来圣哲 他讲说 你不是很爱吗 怎么现在不爱 不要 那个很误会的 我不要 因为他看到他那个死不可爱性 所以你那时候 他的修行再也不是一个压抑 而是你叫我硬观想要揽着他都不行 我都不会 所以在于学师弟论里面也经常谈到什么 于学师弟论也谈到说 他有几个方法 就是说假如你在修行上 某些境界慢慢出来 你觉得心很稳定 这时候你要方便起个观想 观想你容易揽着的境 你如果观想的时候 你的心还会起心动念 表示你这个禅定镜不真实 你看他是用这种检验的 为什么 你不过是以另外一个可爱镜 去取代另外一个可爱镜 你并不是以真实智慧去放下 对他的揽着 所以不实在 好 那我们稍微谈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在这个中论里面 我的讲义有谈 因为这里面我把它一些 比较重要的列出来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但我们当然不可能谈完 我只是在这里 举一些重要观念跟大家谈 顺着刚才的讲法 这个主着精神一旦拿到以后 后头的讲法 你就比较能知道说 读中论意义在哪里 因为刚开始读中论 我的教学经验里面有很多人 我第一次讲中论的时候 有些学生之后他有写一个新的 他说读到一半他很不想读 他很想离开这个教室 因为他所有所建立对佛法的信心 完全崩溃掉 我不知道怎么去建立 为什么 他是以抓的 可是还好他勉强到写其末 他说我以前的观念又再回来 但回来已经跟前面不大一样 就是说我们当 我们会有一种很明显的 我们并不了解这种佛法的道理 所以我们的修行 就会有一种执着法 也就是不相应法 而是以爱着法的心情 然后建构那种 对法的那种信仰的依赖 结果我们现在告诉你不是依赖 是相应 是心跟法相应 而不是抓个法 爱个法 然后去巩固这个法 不是 是让你的心随法而转 叫法随法行 学着试着去用法随法行 而要如理思维法随法行 而不是盲目的一直在修 却不知道心配合着它 就像我们一直念佛 但绝意都没出来 我们有少分绝 有多分绝 但有绝就能往生 但为了让我们自己更有把握往生的话 那个绝要成分更高 你就不能上品上生 好 我们现在来谈 第一个 第一个它没有寄送 有啦 不过就是我列出来的这个没有 这里面它最主要说 我们不是有在这个 我们叫八部中道嘛 那八部中道这里面跟那个心经 心经是三双六部 中论是四双八部 对不对 四双八部 中论啊 中论是四双八部 心经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近 不增不减 是不是 注意喔 它跟你讲不不不不不 一直不喔 你不要讲一个不生喔 不是有一个不生喔 是生不 灭 不 不要执着有生法 有灭法 有够法 有禁法 你不要要跑出 诸法空向是处在那个叫做 不生不灭 不够不近的那一个法 那个已经生了啊 就是当我们说 什么都否定的话 竟然有另一丝肯定 你会落入空喔 你落入空是另外一个断魅想喔 你如果把很多东西否定掉 有一个空的肯定是错的喔 是错的喔 是错的 好 我们现在是要不 因为我们发觉就是 在一切法的生法当中 找生不可得 找灭不可得 那我们用八个不生不灭 那这些一直在谈 不依不依不来不去 我们在谈 其实只要不生不灭就好 我们这一个第一段 你要讲说只要不生不灭就够了 那你如果还执着 我就跟你 多一点讲不来不去 其实这里面讲说 你看他讲说 诸法无量何故但以此八事破 打曰法虽无量略说八事 折二为总破一切法 注意这里面 其实如果要谈都是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破的法 我们是以一法为代表 但破一切法 只要留有一法不破 我就会有很多问题会跑出来 像我们现在 我什么都舍 我剩下留个这个立脚之处 你不要把我打尽吧 是不是 我什么都放下 留个一个正在修行的我 你也不要太苛刻吧 可是问题只要留有一丝 就会产生什么 此生 彼生 此生 彼生 一切法全部又找回来 看法不彻底 留有一丝可肯定的 你知道这句话有多大作用 这句话就够你消灾免难 取取必修 这句话是这样 为什么 当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有一丝可伸手伸脚的另一份肯定 都是颠倒 但我们在修行过程 容易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会发觉 你努力舍掉很多东西的时候 竟然背后隐藏了一份肯定 我们在做有没有 如果没有你已经生过了 你一定会找到 你有一个基础点在让你值的 一定会找到 那问题每个人的立足的基础点 立足处你要看 你能在修的时候 也看到你的挂碍处 你才会慢慢提升 在没证果之前 谁不执着 但一个有智慧的人 在执着的时候 也看到我而在执着 最怕的是 你在执着你不知道 所以变成这样 不断在修学的时候 舍掉世间染污 竟然在初世间发生贪婪 染污性 会不会这样 会 在生活疾苦的时候 道业增进 在顺境的时候颠倒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肿破一切法 所以当人家修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修得很好 有人跟你讲说 某某人很好 突然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有一分肯定 的确也不错 就掉下来了 我常在讲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要往生 因为你弘瓦立身 好多人 所以你要往生的时候 做的电话 往下看 好几千人为我在祝念 那也是不错 就掉下来了 会不会 你会不会很多种怪 这都维系心理 我们如果越法的原则掌握住 你会发觉 你用同样的观点 往内一直看 你会看到你内心里面 场东场西的内心的牵绊 你会看到 其实我有进步 但我依然挂爱 而这个挂爱 你也看清楚 这个挂爱是靠这个来 这个挂爱又靠这个来 这个挂爱又靠这个来 阿弥陀佛 哪有一个挂爱 不过你发觉 你看到他 你超越他的机会就出来了 因为你有一个法 你不能一个一个 看到东用东对质 看到西用西对质 其实以般若变观一切法 无自信的这个法则 可以在很多法门 都漫 每个法门都活起来 因为那个准则在哪里 他说我们总破一切法 那我们如果这里面 其实我们世间人是在这样 我们在生灭法当中 比如说你有没有我 有啊 我在哪里 从小到大都是我啊 我们是以生灭法来肯定我 但中论回头说 如果他会生灭 那我是谁啊 我们是从生灭肯定我 活化干嘛 是由生灭来破我 为什么 有我 最后刚才我就是自信不变的意思 就是长不动的意思 但你又说你是从小到大都是我 那会生灭啊 那不符合我的意思啊 我的定义啊 不符合自信义啊 所以说你从无常生灭的生灭法肯定我 中观看法既是生灭 生灭就如何 生灭法当中找我不可得 找我不可得回头把生灭法一空掉 你知道中论就这样 我在英明里面 我们先肯定一个法 肯定有没有生灭法 我赞许有生灭法 赞许你 那外道就讲说你看嘛 生灭 生生妹妹 从年轻到老这叫我 那佛法圣者就跟他说 对 先许有生灭法 可是一旦是生灭表示无常 无常怎么会有常我 觉得对喔 他说好 我不可得 那我不可得谁生谁灭啊 所以连生灭法亦不可得 所以叫不生不灭 方便借生灭破我之 再从我之里面反过头来 破生灭法亦不可得 生文法容易执着有生灭法 那利用生灭法来破我 世间人是依生灭法执着我 生文人是依生灭法来破我 那大圣法是依生灭来破我 依我来破生灭法 所以我空法亦空 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破法的时候 你要观察 所有世间法 这中论有一个核心 还是因言求相依待的法 没有一真实的 没有一真实的 所以说当我们要肯定一个 我们要火定一个东西的时候 用什么火定 注意喔 我们这个就是由中论所产生的智慧 我们要对一个东西说它不好 或是要托它好 或是要火定它 或是说不要信赖它 绝对不能依着这个法的存在 而说它不好 你听懂吗 我们要舍掉一个法的时候 绝对不是说这个法存在 不符合你的需要 所以你舍掉 不是 舍掉一个法的最终的舍法 是因为它不可得 我们现在经常就讲 这个很可恶 不要 对不对 我们这种讲法是世间对立法 所以我们会有 十有可恶想 还有十有可爱想 你知道喔 这里面就衍生到很多 当我们要 我们要舍离贪嗔痴的时候 我们要舍离贪嗔痴 请问有没有贪嗔痴 如果真有贪嗔痴 贪嗔痴是十字法 不能舍 贪嗔痴之为贪嗔痴 是众生在无事性法当中起执着 生爱着叫贪 以这个不可得罚 生可恶想叫嗔 所以烦恼性这个 如果十有贪嗔痴 要我去断它的时候 其实本身在断贪嗔痴的当下 是贪嗔痴 知道吧 这是讲第一异地的 当然对初学来讲 一下讲这个它会搞混 但我们今天因为既然谈中论 就是一个实质的 就是你要很清楚 其实当你认为 十有一法可被我妥定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 我们有时候在对某些东西 就不对 应该丢掉 我们讲的是慷慨激昂 对不对 这实不应该 如何如何 当我们用这种很高亢的情绪 以便带动听的人 这种情绪是可以 可是如果你讲的本身也认为 十有可恶法 该舌 你这个法也可恶 你这个法也可恶 十有此法可修 你要知道 此法如果可修 最主要要向着实相 以实相的原理回头去讲它可修 否则的话 十有可爱法可修 你也在执着 为什么 真正最究竟清静圆满的是实相 可是你却用一种对待想 有可爱想 可恶想 其实你本身这个法并不是清静法 因为你这个法是世间法 所以当我们在对世间方便讲可不好 好不好 坏不坏的时候 其实因为应众生方便施舍 你本身必须要了然于心 否则的话 当我们不断在投入世间教育的时候 自己本身会带入什么 好多情感 一旦带入情感的时候 对可爱性就会生烂灼 对可恶性就会生 撑就会起这种想法 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但你必须要知道 其实你已经掉进去了 这个抉择都是从法上来的 好 我们再回头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众论里面 我们讲那个论颂好了 它说 若人有问者 离空而欲答 是者不曾答 聚同于彼夷 若人有难问 离空说其过 是不曾难问 聚同于彼夷 好 这很重要 你今天在说佛法的时候 你本身有没有建立在这个空之间底下 空之间简单一句话就是缘起信空 说起来大家现在懂 好像也熟 但你要真的知道缘起信空 就是说 我今天为什么众生颠得苦苦在哪里 缘起无自信处 生以为有 这叫极地 以这样的颠倒造作诸业才叫苦地 那我现在的灭是怎么样 我必须要舍离众生的这种颠倒执着 舍离这个颠倒才叫灭 所有的道地就是要破你这个颠倒 这叫道地 整个因果关系四地的见刺无间 阿安讲的见刺无间 一个接一个 因果关系相当紧密 所以你修的道在哪里 你修道 我常谈就是说 修道不针对苦疾不叫道 我们要努力修 且不知要对什么烦恼 这如果要细谈 比如说我们念火一直念 我们的念火在增长我们念火功德的时候 你要知道 其实你念火是有在对峙你的烦恼的 结果你只是因生念 但烦恼没对峙 就是说你修的是道 但并没有对峙苦疾 这很难得到灭 所以你在念火的时候不在数字 而是在那一份千层像于佛 厌离世间的那一份智慧的绝照 念念火的时候念念以法相应 这个念念以法相应的念火 最容易对峙你的世间心 对不对 所以在念火为什么一念之间 能灭八十一节重罪 因为罪性如何 我现在起的念火意 具有这种对峙罪性的 所以我相信 我十足相信念火一句 有时候还不是不仅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因为当你一念往生的时候 那一念就不是八十一节而已 它是一种赞叹词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 所有的法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所以对一个了解佛法的人 他在谈这个道理就很清楚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论佛法 是啊 不是啊 是啊 不是的时候 我们自己掉入什么 自己的错误 另外一个错误 我们不能从缘起无自信 缘起一切法 只要是缘起当下 看不到那个自信 那我们现在在谈一句 苦即灭道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建立空意的道理 我们在跟人家讲说 好苦啊 世间苦的时候 我们可以描述世间八苦 但其实我们背后 我们讲讲世间苦要苦要断的时候 假如你认为真有苦要断的时候 你本身会什么 聚同于彼宜 你会跟对方一样 为什么 你也是执着的 你也是一个执着的 你凭什么 你如果认为苦应该断 这时候你不能站在苦之为苦的真意 为什么会苦 苦无自信 是众生颠倒 这才叫苦地 你知道这个里面 衍生道理很有意思 当然这个时间很不容易 不过我现在用 因为这个都会牵扯到 我们有时候在观察苦的时候 我们想修行 但我们在想要修行的时候 我们形成对某一个热的贪求 可是当你对热的一个贪求的时候 苦就在背后跟着它 因为它没有苦不能热 好 这个马上会在我们现实修行 我们很用功修行 那我们在很用功修行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怎么样 我们就不断要厌离苦 我们内心有一个境界想要得 我们并不是远离颠倒 而是在得一个 心目中的一个热静 而这个热静在贪求的时候 就会衍生你对世间的对立心出来 也就是说 你虽然是依着法在修 但背后其实隐藏的你的苦乐对立心 苦乐对立心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贱 你不是舍离苦乐 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想的 叫舍离苦 寻求乐 但其实当你寻求乐的时候 苦就在后头了 其实佛法是告诉你 无苦无乐 众生有世俗地的苦乐 你这个苦的真原因在哪里 你因为你执着有苦 你执着有苦才是苦 你执着乐也是苦 所以到最后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当你修行处在一个顺境的时候 你也知道他苦 他也是苦 也就是说你会产生一个想 我会修的是真实苦地 不是相对的苦 执着乐 而是即便我现在修行 有任何一分可肯定处 那一分爱着心 那一个乐处 顺境处 都叫苦地 为什么 凡有所法直是苦的来源 所以他不会在修行任意点处里面 去受用 去期待 他不会去期待 他唯有对一切法究竟绝了 才是究竟乐处 所以他是以相应 而不是在不断我努力修行 却隐藏地去离苦得乐 这个离苦得乐是方便说 真正的离苦得乐 是离苦乐两边 离苦乐死可得的 这才叫离苦得乐 如果你只是停在一个 初层次的离苦得乐 其实就算得到乐 苦就跟着后来走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人一直在苦境当中 一直期待忍耐熬过去 其实当你这个心 就算熬过去 你的苦都没离开过 也就是真实在阿含境里面 谈到修苦的人是怎么样 注意 我们现在比如说处在逆境 我们都希望以我们的忍耐 不要称恨 把这个苦境熬过去 对不对 熬过去以后 忍辱功得难 忠仪 迎开见日 见月 这个苦境甘来 我告诉你没有 你有这个乐境的顺境爱走的时候 后头苦境就跟着来 因为他是爱别离求不得 所以在阿含里面修忍辱是怎么样 当苦境来的时候他忍什么 忍我对苦境的苦的爱着心 苦的分别心 所以我不求乐 我忍什么 忍在我苦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执着有一个我 去受用这个虚假我 为什么去受用一个虚假苦 死才是我真正苦处 这才是我的苦处 所以要忍这个苦 所以他没有在寻求我忍过去 有一个乐境可期待 没有 如果忍过苦处 又有一个乐境平顺境让你期待 其实你不是真修忍辱者 对我对法治的那一份攀岩心 强安利心 那一份冲动心忍下来 这才叫修忍辱 这是根源法 所以我们一般的忍辱 都是忍半吊子的 所以你忍过去的时候 顺境 大概是顺境 比如说我们好不容易 大家现在没规矩 那没规矩终于要建立起来 大家很规矩 不错 我高兴 现在要是有哪一个破坏规矩 我就把你赶出去 会喔 因为你爱这一个平顺的境 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我就是这种个性的人 难免到最后 非理称是不会做的 理称是经常有 理称就是合理的称 我们很容易看到我们有这种问题的 也就是说 虽然在世间法 我们敢去守护我们的原则 但在佛法的本质意义上 我们并没有真正守到 我们还没有真的忍进去 是不是 那这个都是从这个法上 就是说 如果以大圣请信论 就是因为有无名 有能见 哪有境界相 三系后六出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了异地 你要知道 你要站在这个了异地 在说世间苦乐是非对错的时候 你讲世可以讲世 讲非可以讲非 但你知道非之自信是什么 世之自信是什么 善之自信是什么 二之自信是什么 持戒自信是什么 犯戒自信是什么 你这时候才能真正颠簸不破 或者的话 句同比一 你是用一种对立的想法 去火定对方 但凡是有一个执着立场 本身都是颠倒法 都是无自信法 都是无常法 你怎么站得住脚 那你说你怎么这时候这样讲 那时候这样讲 因为因言不同 我虽有不同的讲法 但依着是法的实相在谈的 我是依着空意 此法是依因言施舍 此因言此法此生 故我说彼法 此法一变 我说另外一个法 但不管此生彼生 此灭彼灭 都是实相缘起无自信一 这时候你才站对了佛法的道理 或者的话 就算在世间 你讲了好多对对错错 帮众生分别好多四回三二 难道 可是你依然是世间人 你还是世间人一个 你并没有真正跳开那种世间箭 你只是世间好人 我们现在修到最后 都变成世间好人 但不是好道人 你知道吧 我们是好人 但不是好道人 因为你没有依着这一份的意 你没有真正以空性见的道理 来看到说 我现在认为 你应该不要做这个事情 要做这个事情 是依缘起的道理说的 而不是必然如是的自信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道理在谈 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你们能不能解释 我告诉你 我们都经常讲诸恶莫作 中善奉行 能把善恶讲清楚的 没几位 假如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都是出家众 我们现在去做世间善法 请问是善还是恶 假如你是顺着菩提心 应当是诸恶莫作 中善奉行 但是以菩提心相应 如果我是以世间心 我是求解脱的人 我以世间爱着的心去做 那活陀当初就不用出家 你放会你的道业 去从与执着于世间善法 你是背离你的身份的 在世间人是善 在你可能是恶 可是在菩萨道可能是善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有另外一个角度 在看事情 善善恶恶 要看你 我的善 有一个相依你的音言而提出来的 所以在社大圣文讲说 有时候鼓励你修布施 修到最后你执着布施的时候 再跟你讲 布施不究竟要修什么 他说当初你不是说要修布施吗 此一时彼一时 那个布施除了成就你的福德 对峙你的贪心 可是你在修布施的时候令身烦恼 我就必须要舍你 此时善 彼一时就不同了 那一个法为什么同时 食善又能一直提升到成果 从人天善 人天食善 生文食善 菩萨食善 到佛食善 为什么又可以 因为法质不同 食善项目一样内涵不断在提升 所以我们有的人讲说 五界是不是通人意理智性 不能这样谈 老实讲不适合 世间的人意理智性是建立在自信间 佛法虽然讲人天的五界 其实站在是缘起性公义 虽然它表显的是人天圣 但背后是佛的智慧所说的因缘法 所以修五界 修五界为什么会感应到佛的界 菩萨界都会相通 因为背后有离体相通的地方 所以轻易把这个表象跟世间法相通 说法方便可以 离体不能乱同的 不要轻易把五界跟人意理智性 世间的那种人伦道理的人意理智性 把它放在一块 不可以的 离体不同 佛的智慧在谈五界的时候 是从缘起角度 虽然他谈五界的时候 没有只显缘起性公义 但其实就是以缘起性公义 所说五界的 所以你必须要站稳 在一个真实之间的时候 你开展的佛法 你会发现说 此一法可以对你是错 也可以是你错也是对 为什么 这不是我们狡猾 是以缘起的相依性里面 此因缘带你这样的分别心 我说他错 当你因缘改变的话 这个法改变了 因为法无定法 定法非法 他不是狡猾 他是实际上法无定法 你要我讲定法 无定法我怎么能讲定法 所以你说我有说法 那不是伴佛吗 无法可得我说什么法 那请问佛有没有说法 没有对不对 伴佛 为什么 佛有说法怎么会没说 佛当然有说 但佛所说法就是 就像维世 维世在这边就有帮助 有依他其的如患有 没有变迹子的那种虚妄有 变迹子是颠倒有 但你不能说他没有依他其的虚妄有 所以佛有没有应言方便说的法 有啊 有没有真有一法可说 没有啊 又说他有真一法可说 伴佛 说他都没说伴佛 那怎么办 因为两头落才会出这种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站稳这个立场 所以有人问责 你答的时候必须要站在这个究竟十项意 来谈 所以你能不能善说巧说一切法 可以啊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但你说的不会一个标准答案 你会观因缘 这叫契离契 对不对 你有没有理则 有 此十项意为我最根源的理则契 契远其处 随众生不同的 生文人为他讲圣文法 仁天人为他讲仁天法 对不对 那你说转来转去 因缘变动我怎么固定啊 你好狡猾 想不狡猾也困难 为什么 你要我定我也定不来 因为我在我的觉察当中 没有一法定法让我去指啊 我今天要讲这个法其实带原生 这个人的因缘是如是 就必须尊重 所以佛法在缘起当中有没有随便 没随便的 人天人 对人天圣的 对欲界人要说吃饭法 为什么 因为他因缘结在这个时候 因为欲界人有饮食 社界人没饮食 所以社界人不谈饮食 因为他没吃的东西 那这时候我们的因缘在这时候 这时候你在欲界人跟他讲不要吃 违背这个此生彼生的道理 此众生因阅力关系颠倒心 还有愚痴心合合在这个时候 为利益他必须尊重他的因缘 为此因缘施设这个法 这就是此生彼生的道理 是不是 这缘起的道理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潜至见诸法 若有若无相 是者不能见 未见安寅法 就安闻安寅 你要知道这里面 不能见什么 有一个法叫做 未见之后 未颠倒见的安寅 安闻 这个法 潜至者见诸法 若有若无 好 这个为什么我要特别显出来 我们现在一般 就我们现在如果不谈中论的话 不如我们谈这个课的时候 你观察一下 你在讲空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火钉的东西 你内心 因为我现在要用食指的 比如说你现在观空 你对空的看法 你是不是站在什么 你内心对空的体会是什么道理 是用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经常会有一种 空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就是 东西存在 但把它火定完 将这个东西存在火定完 那有一个火定之后的境界 是不是这样 我们空经常有一个异象 有时候我们有讲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但好像对空还有一个肯定的影像 就异象 乃至你嘴巴讲都不可分别 不可分别 但其实内心是不是有一个像在那里 无像 就是无像之像 所以依然是不能见媚见安淫法 就是说你其实你透过某一种火定的方式 以便你得到一个 一个境相 一个境界 而这个境界是透过你火定哪些东西而出来的 所以你会找 有像很容易破 无像 比如说我们讲说 一切法无自信 我们能不能谈 一切法皆空 都可以谈 那如果想说空不可得 你能不能接受 这会出现问题 因为你是用空破油 油之所以会被你破 是因为你有空 可是我跟你讲说 空不可得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油就跑回来了 为什么 那个破空的空法也不实在的时候 那我又如何去破油 所以我们很容易去观察说 油不可得 但很难去了解空意不可得 请问你在内心在了解空意的时候 你对空不可得 你能不能接受 你能不能接受 怎么叫空不可得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从一开始就讲说 我们的有不可得 因为如果我们的有是从先有后无 这个无是透过有来的 所以我们的对无对空的体会 是透过某一个火定而来的 透过某一个火定而来 所以我们的有我们的无 其实是有一个依赖性的 所以这个我们好不容易火定了油 然后肯定了一个空以后 结果我们有一个空的肯定 结果现在变成产生另外一个执着 所以你刚开始的空是错误的 我刚才一直跟你讲说 我们的空并不是有另外一个境界 空不是另外一个境界 空只是把那个油 那个油 油当下就无了 因为那个油本来没有 所以我只是认识它 智慧绝造它 不是得个空 我没有空可得 空不可得 空不可得 所以我也不见空 因为有不可得 我只是破有的执着 破有的执着 有没有真破译法 所以有人讲说 中论只破不立 请问对不对 错 一旦谈破一定有力 因为那是相依法 那我们在破 破的时候 有没有真破 没有 有没有真立 所以也没有 破是方便破 破的不过是你的妄想颠倒 没有一法被我破到 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无一法可得 既无一法可得何来讲灭 因为灭必须先有后无才灭 但有本来没有 我没有灭 怎么会有灭法 你听懂吗 我没有来 你就不会说我去 我有来 你会说我去 先有才会讲无 要本来我就没来怎么会有去 本来就没有 就没有一个灭完了以后的那种无 所以我们后来就说 我们在破有的时候 并不是有让我破 是这个有是众生执着有才叫有 没有真实有过 我只是体证这个有 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真实性 那一个众生执着有的这种执着 是假的 所以我才不会掉入 破了有以后落入空 我没有空可得 为什么 我从没破另外一个法 我只是从这里觉醒之 觉醒起来知道 我所执着的法 其实都不存在 所以我也没破任何法 我只是破我的颠倒而已 所以既无有可得 何来有以有相对的无可得 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不学空的人还好 学空的经常落入无 就是一味的想把事情火定掉 以便安住一个空无境界 这个安住空无境界 其实是另外一个颠倒 而且更细的颠倒 我们讲说 林执有如虚名 不执空如倔子虚 你可能会掉入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世间法舍了 究竟空意取不得 掉在中间两头空 两头为难 所以我现在给你这个道理 大家留意一下 你对空 是不是有一种 另外一个境界的安利 才叫空的时候 这种空法 是不是很清净的见 这个空法只不过是我对 我这个空法 空有相对 既有不可得 是由不可得 相对之无 亦不可得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求往生的人 是什么想法 你知道吗 就像那个我们不是还有一本 还有一个叫生无生论 不过这个比较深一点 照理讲既然谈中论就可以去听他了 表示我们在座都是高根性的 可以去听看看 这时候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会谈到 净土生无生 为什么 当我无生死可舍的时候 我就叫往生 我如果执着有生死可舍的时候 其实这就是生死心 我们现在是方便 让你有一个单纯的目标 以便以舍出众生死心 留个维系生死心 以此心代流往生 但这一个心其实都还不彻底 真正的往生意 就是维摩杰经讲的 心境国土境 但一般人不容易做到 所以我们也不轻易谈这个 但其实到只有真正往生 有的人不求往生可以 但我们发觉很多人 不求往生的是怎样讲 我不求 我不修净土 我不往生 我修的是思念处 我修空 我空了以后就会好生好死 修空还好生好死 刚丢过去又拿回来 我这个例子就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海洋生物系的教授在讲 他们到海洋去采集 有一个学生 他们因为要沉到海里 所以我们海水的浮力大 所以身上要带一些千块 这样才能沉下去 结果沉到最后 结果这个学生因为氧气快没了 又浮不上来 因为技术不好 浮不上来 又没有什么仪器 就打手势跟教授讲说他胡不上去 氧气又快完了 教授就跟他讲把千块拔掉 这个学生也很依教奉行 就把千块拔掉 提着 结果还是没上去 拔是拔了 不过提着 因为怕可惜 结果你提着还不是重量还一样 他只是从腰带拿到手里而已 我们现在修行经常就干这种事 蛇是蛇 然后又提回来 所以捡来捡去 所以我常举例就这样 像我们这样修行二十几年 有时候就在想说 虽然不是很精进 多少应该有点功夫吧 然后想说我这样跑了二十几年 摊身是应该在我后头 至少我回头看他勉强追着我 我想说多少有点距离吧 以前是紧密着 现在修了二十几年应该是离我很远 结果我这样一回头一看 蹦 就撞到了 我说你怎么跟那么紧 他说不是啊 你一直拉着我跑啊 那修了二十几年 竟然贪身是都在后头追 我回头一看 我以为说我已经修得多好 结果一看就没有 他说我们还怪说 你怎么一直缠着我 就像我们经常讲说 摩啊 你又怎么干扰我 摩说你都冤枉我 你都爱我 你要六亿摩跟你 你都跟着六亿跑的 是你爱摩 摩说你看 所以摩都长得很可爱 你都爱他 所以你说摩来干扰你 都是你去找摩的 像这个来讲 所以我们当他对一个空法要了解的时候 我们的空法是从以极灭颠倒见 对有的自信不可得 对无的安利也不可得 空的安利也不可得 那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会发觉你在修空的时候 如果都是在怎么样 跟油抱在一块 跟空照在一块 其实从来没有跟空法相应过 很抱歉 谈了一大堆 如果有不恰当 请多包容 不过就是跟大家 当做杂谈 当做一些经验的互换 也许提供一个思维角度 这就是我这一堂课的一些小小期待而已 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